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那么底下我们这一个小时呢 就是要来讲一下啦 叫做我们标题叫做 理文理义的变形与研究办法 现在回顾一下 我们第一堂讲的就是什么 所谓理文就是 理啊 理啊 就包含两部分 一个呢 外在的 表现在外在的 包括仪劫动作 这种节目 那就叫理文 文 它里面的内在的含义 那就叫理义 那叫理义 不管理文或理义呢 它有一个最开始的 样子 可是在这个历史的场合里面呢 它其实都会改 都会变形的 外在的会变 外在的会变 有一些内在的呢 也会变 但是每一个状 每一个理义都 状况都不一样 不是一样的 不是一样的 按照一样的速率 每一个状况都在演变 如果那样的话就不用研究了 很简单的 一节课就 解决了 可是没那么简单 它每一个情况都不一样 因此我们的研究方法呢 也要针对个别的状况 也有不同 也有不同啊 如果说用一个方法 可以处理所有的事情 那 这种学问的价值性也不太高了 每一个人一写就被写者了 就没那么简单 那我们现在呢 要举一些例子来讲 第一个我们要给各位的概念就是 很多古代的理俗呢 怎么样 古代的理俗 不能够用后代的观念来 亦策 就是很多啦 我们虽然都是人类 但很多的事情啊 我们现在应该跟古人差不多 差不多啦 可是也有很多呢 我们不能够以现代的观念 去随便可以讲 那么这个话也不是我说的啊 那个皮吉瑞 清朝的一个学者也讲过这样的话了 好 我们举一个例子 举一些例子来讲 举一些各位知道的例子 我们都知道那个 春秋时代 晋文宫的追随者 戒之推啊 宁愿被烧死也不出来啊 这个 灵赏 对吧 以至于啊 就用说啊 后世就有韩师姐来激命他了 这样的说法 知道韩师姐 不知道韩师姐的人举手 知道韩师姐 什么叫做韩师姐 你真正知道吗 哪一个同学愿意讲 什么叫韩师姐 你说说看 讲对了 讲对的话 加分 又要踊跃表达 为什么叫韩师姐 韩师姐要怎么样做 韩师姐 就我印象是 静火 就是 韩师姐 当天是 不生火注食 那吃什么 就是前一天的冷食 吃冷的啦 吃冷食 对了 所以叫韩师姐 对不对 答对了 没答对 也要打屁股啦 不过还是答对的 可是呢 我们说 我们有一个节日 去纪念一个人 这个在其他时候 有状况 是会有的 可是问题在啊 韩师姐的出现 是不是为了纪念节日 这个问题 如果从这个 我们 普遍研究古代的社会 我们的发现应该不是 因为很多民族啊 都有一种 改活的习俗 什么叫做改活呢 因为按照古人的思维啊 一切的东西都有生老病死 但他生的时候 生命力旺盛 到他老病死啊 他的生命力就慢慢凋谢 就像每天的太阳一样 出来以后 到日正当中 是最猛的 生命力旺盛 慢慢慢慢 力量落了 然后掉了岸 所以古人对于这个 水火啊 跟自己生活最密切的 他们也 把他想像成这样 今天我们开始生个火 这个火的生命力是最旺的 所以对我们人也最好 可是这个火呢 因为我们知道古人要起火很麻烦 对不对 你偏偏起火 我们现在是很简单啊 瓦斯一按就有了 打火梯一打就有了 古人生活起火很累的 因此啊 像我们以前 像我小时候 我们家里头有大灶 那个大灶里面 始终留着一个火种在那里 那个家庭主屋就要分裂了 那个灶里面的火啊 没有完全提掉 所以第二天啊 只要他们在一番一番 在家里的台湾 可以做饭啊 火又在哪 可是火啊 一年的火这样子 结果一年以后 你看一年大地要更新啊 那火要不要更新 火用太久了啊 它的能量会衰竭啊 对不对 不要 所以叫熄火 重新起火 这叫改火 很多民主都有这个习续 所以 中国的韩十节 其实也是个改火的习续 也就是去年的火 我们停了 不要了 然后呢 停一停天 重新起新的火 这个新的火 重新有放火 所以这种火啊 叫做明火 明火的火 才是最有 对人最好的火 用那个明火做的饭 烤肉才好吃 才会有 有精神 有营养 同样的道理 水也是 那叫祭司的时候 要用明水 什么是明水 明水就是未经使用的水 真正的明火是怎么来的 就是 熄火以后 喊死人 然后重新 用一种镜子 对着太阳 取火 所以这个火呢 有力量 为什么 它从太阳那边来的 用镜子 但是 我们知道那镜子 它不是挺的镜子 有凹凸的 它可以聚这个阳光的热 来点火 因此我们这个火 是直接来自太阳的 这个火啊 明火 我们用这个啦 我们今年啊 用这个火来烧饭 射起来 身体健康 去年的火已经脏掉了 所以我们不要了 要停止了 祭司的时候 水要干净 那怎么办啊 用这个镜子啊 在晚上的时候 对着月亮 去那个露水 那个水最干净 那叫做明水 所以祭司的时候 要用明水祭司 所以呢 这个习俗啊 我们就说 这个习俗不是只有 古代中国有而已 很多民族都有的 很多民族都有的 这个 这种习俗 重新 重新用过新的火 用新的水 这样子 所以这个 用新的火啊 那么这个 就是韩十节的来源啊 跟戒之推的啊 那是后来 的起源 要了解 所以我们在这边 谈论这样 这样的谈论 我们就 得到一个启示 得到什么启示呢 我刚讲说 很多民族都有这个习俗 因为假设 只有我们有这个习俗 可能 或者真的是戒之推的关系 这个不是 很多民族都觉得 别的国家 没有戒之推啊 所以你不能解释 这个制限一样 因此就是说 我们是 研究许多民族的习俗 得到了 共同的 一个解释 而这个解释 在中国绝对适合 这个就好像 我们上次在讲 那个名字的问题 对不对 因为很多民族都有 那个 真正的名字 之外还有一个假名的习俗 所以我们认为 可以 这样子 来解释我们 汉人 名字外取字的 一个理由 所以 假设我们 只 研究中国文献 常常 不能得到 真正的答案 或者正确的答案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方式 再举一个啊 我们在讲 有一些习俗啊 你不可想像 按照现在的人 不可想像 我们只会听说 惨妇了 可是 在很多社会里面 就出现了 惨翁的现象 惨翁 我们来看一下 太平广记 这个引用唐代 有一个叫 玉池书 他有本 书叫 南楚新闻 既然南楚新闻 它一定是 中国南方的故事 所以南方有 辽妇 辽啊 是一个 少数民族的 名称 辽 有了一个 从那个全部的辽 生子变起 南方的这些 他们这种 民族大部分都是 母系社会 这个母系社会的 女人都非常的强悍 有责任感 财产也是他们得的 孩子才生完了 立刻就又夏天工作了 厉害了 结果呢 欺负过床入 饮食接入乳妇 就像 乳妇就是生产的妇人 就像汉人一样 汉人是妇人生产 你要做业子 对不对 结果呢 他们不是 才生完产 当然还是女人生 不会男人生 女人生了 第二天又夏天了 结果呢 是谁在做业子 他这样不在做业子 稍不误会 其孕妇集接生烟 这个呢 我摆根的照料啊 如果稍微给他 收你了风寒 那个他照顾就是 好好好 我生病了好痛苦啊 怎么样 就跟孕妇啊 受了风寒 这等等一样 要好好照顾他 不照顾他就 哦呦不行了 齐齐义无所苦 痘点 应该有个痘点 吹窜巧入自若 啊 照项做饭 照项上山砍台 你两人都平常没有两样 啊 啊 岳俗 这个也是指我们中国东南方啊 齐齐一锅担子 今三日便早生于细河 反聚迷想续 续勇 今报处 作与秦 秦卡 称为禅 哦 他这边就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 聊大概是在我们中国的西 西南部这一带 那岳就是我们现在在浙江这一带 也有这个采蒙的理由 帐户 帐户 他那边做叶子 抱着婴儿子在那边做叶子 啊 然后呢 这个 要被人家照顾啊 还怕受风寒 还要抱着棉被啊 这样等等 啊 结果那个 谁帮他做叶子 他老婆帮他做叶子 这叫采蒙 啊 怎么会有 天下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 怎么解释啊 这种记载在《曼佛罗游记》里面 也有 也有记载 另外这个 你们如果读了 是社会学 读社会学里面 通常也会举些太平洋 岛屿的 一样的故事 啊 蚕龙的故事 怎么解释 那么社会学家 或人类学家 他们就解释了 他说这样 像这种民族 这种故事的产生都是产生在什么 父系在母系社会里面 母系社会的默契啊 这个母系社会里面啊 真正母系社会啊 这些男人啊 也不会当产龙的 因为 这些在母系社会的时候 这些男人老板就放弃了 这个 孩子是我的 这个 主张 结果他们在父系社会里面 他们只认 我们上次找几个人 在红楼梦里面 他只认老爹的 他不认娘的 不认娘的 所以那个赵姨娘生的孩子 他不认赵姨娘 为妈妈 他只认他爸爸 同样道理 在母系社会里面啊 这些 这些男人啊 他就跟那个 夫系社会里面那些妾一样 因为不晓得孩子是不自己的 他这个女人可以很多丈夫啊 走 走婚啊 是不是 他们在母系社会里面 他们不认为死 就好像夫系社会里面 啊 三七四千爱光 还以为光荣 对不对 一样 可是呢 当 社会 社会慢慢 开始啊 从母系社会 要转向夫系社会的时候 就是这个 男性 我们现在不是 女性主义的抬头吗 他们那个社会里面 男性主义抬头 你生这个孩子我也有功劳 我有功劳 不然也不会生啊 对不对 于是乎呢 他们就有各种行为 要去争取 对这个孩子的主权 他太太生了孩子以后 他宣称自己的精学 因为有所贡献 也身体衰弱 所以他还照顾孩子 是不是 坐月子照顾孩子 他有贡献 这种行为 就是 那 他要争取 这个 对孩子的 这个 也 拥有部分 所有权的方式 那你说 这个是一种思维 怎么会跟身体影响 你要知道啊 我们人的身心 常常是 相关联的 据说那个拍立德啊 相机 刚刚生产出来的时候 一些白人 带到非洲去 看到那些非洲 有一些部落 他们的打扮 什么特别 咔嚓 然后我们知道 潘利德啊 他那个 如果你 我们现在相机咔嚓 他也不晓得怎样 可是拍着一咔嚓 他就会生出一张照片来 对不对 而且还面对了 被拍摄的 这有一些 被拍摄的那个 非洲黑人 当场死亡 他为什么当场死亡啊 因为他们的民主里面的信仰 是相信 这样子 你把我的灵魂抓走了 你看 你把我的灵魂抓到里面 一框框里面 所以我没有灵魂了 所以按照他们的思维 这就是人死了 所以他们真的 就死了 我死了 对不对 因为我的灵魂被你抓走了 所以我死了 那他真死了 有这样的激战 这当然很极端 可是真的有这样的激战 因为他们完全相信这样子 所以他们就会这样子 那这些 男人 他要争取 他相信他自己的付出 甚至这个孩子 身体付出很多啊 他真的到时候 他真的就软啪啪了 就要人家照顾 他也不是讲的 他不是装出来的 他不是装出来的 没这种 这种惨疯 你看这个 不能由现代去理解他嘛 也不能由现代的 社会的情况去理解这样子 你可以说这是乱说 可是这不是乱说 记载很多记载 很多记载啊 就是 在母系社会 要向那个 夫系社会转移 那一段时间内的社会 会发生这样的事 还有沙长子的习俗 这个 这个就有记载啊 就是在古代啊 汉民族也曾经啊 有沙长子的习俗 其中 周的祖先后继就是齐了 他为什么叫齐呢 他因为 这个 被抛弃了 他是长子被抛弃了 结果后来啊 他是一个没有被执行 按照这种习俗没有被执行成功的例子 他后来又被救了 这个 又被救了 另外根据莫子的记载啊 他说 习者月之东 有亥慕之果 其长子生 则解而食之 未之一地 有有有 他被长子出生呢 就把他杀掉来吃 这样叫做一地 将来才会生更多的地 这不是杀章子的习俗 这个 其他的计算 像韩非子 义牙把他的章子杀了来吃 可能就是跟这个有关系 因为我们这个齐国跟那个月啊 就是我们像江苏浙江这代的民族 是帝斯跟一根相连 事实上月国啊 就是勾建了后裔 曾经有一支啊 就曾经到 跑到山州去了 就现在在齐国那里 在那边建国 像汉书云后传有记载江湖 江湖在那里啊 在中国的西边 现在还有江族啊 像中国大陆还有江族 都住在比较那个 丘陵地一带 他们也有杀章子的习俗 如果各位读这个 旧约圣经 对吧 也有这样的记载 还有不只是 杀章子而已 包括章子在内的所有的偷胎 包括羊什么的 都要杀 所以这个在古代社会 不知道什么真正的原因 有杀章子的习俗 我们知道有些鸟也会杀章子 鸟吃掉第一批生的蛋 有没有看过 有没有养过鸟看过这样的习惯 很常见 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 在日里有这样的习俗 灾界 这个我们讲过了就不来了 不过我要补充就是 我们不要以汉人 我们刚刚讲说 我们有状况不了解 我们不了解 为什么古中国古代有这种习俗 我们就看到别的民族怎么样 别的民族有他们的解释 我们把它放到我们的文化里面 跟这个习俗里面去检视看看 讲得通讲不通 如果讲得通 这样讲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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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可以接受 现在我要提一个 是刚好相反的 同样叫灾界 那事实上各国 各式各样的灾界 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如果现在到 东欧中欧去 你会发现他们因为没有临海 他们很少吃海鲜的 甚至他们其实有一个河 河里面还有鲜鱼很好吃的 也不太吃 反而常常在圣诞节 才吃鱼 对他们来说 那就是吃素了 吃鱼就吃素了 吃鱼就吃素 对啊 我认识 在杰克认识一个人 他说他吃素 然后我请他吃 就是到那个越南館 吃吃饭 吃炒蜜粉 跟吃鱼 他很感恩 非常感谢 因为我请他吃素 他的主菜是鱼 他说我请他吃素 所以他的观念吃鱼是吃素 跟我们的东欧观念不一样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古代的记载 古代的记载 我们一般就是一般灾戒的时候 会少时一点 我们的印象是这样 对不对 还有我们吃不吃肉类 讲到我们灾戒 这是我们后的 现后代的汉族的观念 可是古代不是这样 古代灾戒的时候啊 像周里基带 周天子灾戒的时候 他反而要吃更多一点 因为他认为吃多 更吃多一点以后 他的整个精神 精力才会更饱满 旺盛 这种思维就跟我们不太一样了 另外什么叫做素 什么叫做荤 你要注意这个荤 这个字 你看所有的解释 荤是臭菜也 这个是荤啊 就是 并不是肉类是叫荤 而是那个味道很强的 比如说韭菜啦 辣椒啦 古代中古代没有辣椒 有花椒没辣椒嘛 韭菜啦 那种 蒜啦 那种很刺激品的 那叫做混菜 所以吃素的时候啊 古文讲吃素 是说不要吃那些 刺激品的素菜 而不是说不要吃肉 不太一样 另外根据这个 宋代周旭飞的另外代者 记载了一些中国周边民族 他们亲人亲人跟海南岛 广西 这个 广西跟海南岛接触 不是有一个亲州吗 是不是 那个地方 他们吃的在界 跟这个欧洲人很像 亲人亲食 不食鱼肉 而食螃蟹车啊 什么什么 毛毛罗子鼠 以及乌薛野 他们吃素是吃什么 他们是靠海啊 那平常啊 就是吃鱼啊 可是等到那个吃素的时候 吃了些田螺啦 螃蟹啦 螃蟹啦 他们认为 那是吃素 跟欧洲人平常吃猪肉 牛肉 鸭肉 土肉 到了吃素 他们是吃鱼的 他们吃鱼 叫做吃素 所以那个 像杰克人 他们是有专门养鲤鱼的 鲤鱼 基本上都是到 圣诞节 那时候 还卖来吃 那时候 大家吃素 吃就吃鱼 吃的主要是鲤鱼 海南鲤鱼人亲食 不食 不食粥万为饮酒 食生牛肉 以为致孝在世 嘿 海南饶了鲤人 鲤鱼主 海南饶了鲤鱼主 他们是 不吃饭 只吃肉 喝酒 他们叫做吃素 他们认为这样是吃素 你看 这他很远吧 大家的习俗差很多 还有那个 唐人张处记载的 这个 五溪满 五溪满在湖南这一家 他们吃素的方法是 不吃盐 不吃盐 跟 跟汉人这个说 亲食几天 这个说 这个要 不喝水 不吃饭 只吃一点西饭 一样 他们是不吃盐 来表示对父母的感恩 从这里可以知道 盐对他们来讲 是很珍贵的东西 盐对他们来讲 因为没有盐 你们这一辈子没有看到 我们这一辈子常常看到 台湾满街都是有大脖子的 现在 大家营养比较均衡 比较 按理讲台湾是采盐的 可是就有人说 盐吃的不够还是怎样 脖子很大 如果盐吃不够 不能太多 盐太多会不健康 可是不够 脖子会变大 会长牛啦 你看这个 同样是灾界 却是各民族不一样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 我们的民族是这样 因此别的民族也是这样 就要看状况 每一个理都 状况都不一样 那我们一般研究 研究这个历史上 它的演变呢 我们怎么办呢 基本上我们就把不同时期 我把它列出来 不同时期的 礼文跟礼义 跟社会辩解 它是属于一个什么社会 把它列起来 然后我们来加以解释 比如说以这个 上次我们讲过命名 不是命名 要取个字的这个习俗 我们就可以把它分成三个阶段 最早在巫术社会 巫术思维的社会里面 它要取个字的目的 它其实是为了避害 是吧 它的礼义是为了避害 以防人家加害于自己 到了那个工业社会 就是我们中国那个 传统的社会里面 它取 我们称人家的字 是为了表示贡献 对它表示礼貌 也就是原来啊 但是人家质 是表示没有敌意 它这个 没有敌意的意思 就慢慢慢慢转变成一个 对人家礼貌 有敌意 就变成不礼貌 它的礼义在变化 对不对 也就是礼文没有变喔 礼文都一样 跟礼义有变 在这个例子里面 到了我们现在工丧社会近百年啊 只有少数人有权质 那是为了文雅啊 是不是 有个字 要不要文雅 它是在一个共产社会里面的状况 所以你看 礼文始终两三千年没变嘛 可是它呢 背后的意思在变 那是因为社会在变 那我们来归结一些啊 它那个礼 不管礼文 礼义它有什么变呢 原因是有好几种 像刚才那个例子就是 社会结构的变迁 刚刚那个例子 那是礼文没有变 那礼义在变 那是社会结构在变 大家的思想在变 另外我再举个例子 例子说社会结构变迁 那婚姻礼书就变了 从部落时期的抢婚 一直到了 我们有个国家组织 之后 进入了一个家取婚 到今天我们也还是家取婚 对不对 另外一种是外来文化的冲击 我们接收了外来的文化 我们之前讲过的庆祝生 庆祝生日 汉族社会本来没有庆祝生日 这回事 可是接受了印度文化 就是佛教文化以后 我们也随着 释迦摩尼为释迦摩尼做生日庆祝 我们汉人也庆祝生日 这就是外来文化的冲击 再举个例子 就是白沙里 白沙里湖 我们汉人接受的历史不过百年 最早是殖民租借 列强来占领租借 然后一些 时髦的华人 就是学人家 金汉府姓教 有些人姓教 穿白沙里湖 有些人又不信教 他也跟人家时髦 穿白沙里湖 到现在很多人不信教 还是穿白沙里湖 其实他 我认为这个还是在 刚刚进来的 还没有转化的一个阶段的习俗 因为太百年了 你想想看 人家穿白沙里湖是有意思的 这跟中西方宗教息息相关的 这习俗 我们用不信教 也跟人家穿白沙里湖 这主要就是 大部分人没有认真去看 为什么要穿白沙 西方人 在嫁也不一定要穿白沙里湖 例如说他们如果是在嫁的 就不能穿白沙里湖 一定要纯洁才可以穿白沙里湖 在嫁就不能穿白沙里湖 我们这边即使在嫁也照样穿白沙 像我太太我们结婚二十周年 硬要叫我们再去穿白沙里湖 我两个女儿穿上小礼服 在全家屋再拍一次 意思就是再结婚几次 可是按照自己的意思 要是不合理的 对不对 何况那又不是再结婚几次 这只是全家屋啊 怎么穿白沙里湖呢 另外呢 有一些啊 我们他李毅啊 或者李文会发生变化 乃是 圣贤的解释 但孔子 以他的地位 他这么一诠释啊 大家接受了 就这样 真的这样做 也不管他原来是不是这样 比如三年商 其实三年商啊 现在到目前为止 都不知道怎么起源啊 可是孔子这么起源 就是报恩 他报你三年 你回报三年 那所以三年是怎样 二十五个月 不到真正的三十六个月 大家都接受啦 于是乎啦 大家都接受这个解释 乃至于在 李文这方面 就变成一个 一定要做的 本来在先前 是有人这样做 有人不这样做 可是看待以后 因为孔子的话 大家都不能违背 于是就这么做 这个情形就像那个 可兰经 穆罕默德的 可兰经 对回教徒的影响是一样 穆罕默德那个时代 他说 那个时候大概是 战乱战争脏 看猪都很脏 不能吃猪肉 猪脏 吃的容易生变 耶稣回教徒就不能吃肉 他们回教徒以前已经有吃的 是不是 还没有戏回教徒以前 所以穆罕默德怎么说 就看以后面就怎么做 穆罕默德说 我的可兰经 不可以用外文翻译 所以我们找不到翻译本 这是穆罕默德说的话 但是全世界只有中国敢翻译 所以我最近在中国买到一本 台湾比较乖 台湾都是不敢全部翻译 他可以介绍可兰经 他们引一章一节的这样 不敢整本翻译 因为穆罕默德的时候不可以 所以就不可以 另外就是变成法令 法令的制定 政府把这个礼 制定变成法令的时候 他也会产生影响 变成强制性 我举个例子就是 夺情起伏 但原来没有这种事情的 什么叫做夺情 把你情感夺走 情感夺得走 不能夺 可是政府说 我就是要夺 是不是 我就是要把你的情感夺走 所以你不可以去 去受伤 去举伤 你还在前线打仗 因为你的情感已经被我夺走了 对不对 另外去 这中央的那些 这个 政府保障你 等于是留职天心这样 你去守桑山 你回来 政府仍然给你主位 这叫起伏 这个都是因为法令 有变的关系 那原来没有这种习俗 好 那我们把这个礼文变天 怎么探索 我们就是把这个 按照时代前往 拍比一下 像我们刚刚的例子 然后我们仔细比较 各个礼 礼的变化 情况如何 譬如说 我们上回讲商礼 我们把古代 你把现在的 你把现在的 然后我们中间 打一些问号 对不对 因为怎么样 这两个一笔 发现后代多出两个 做七夕跟做百日 那我们就要探究 问号问号就是要探究 什么时候开始 那同样一个例子 但是呢 我们再把这个古代的祭品 跟现在的祭品 一列 一笔 又有差别 这个笔就是祭祀好了 在古代 它原来是有酒无茶的 没有茶 不过我们现在呢 祭祀 有酒有茶 那就可以探究了 那茶怎么时候开始 中国人祭祀 什么时候开始用茶 有人知道吗 什么时候开始用茶 有没有人会回答 会回答加两分 没有人会 那是因为你们没有 好好研究喝茶的历史 这个中国人喝茶 基本上是南方 一直到现在南方人 比较讲究喝茶 北方人还不太讲究 一直到今天都这样 在古代就是这样 但是我们中国的历史呢 最早的文化 历史文化重心 都在北方 黄河流域 唐代以后就慢慢往南移 到了宋代以后 基本上就是南方文化 北方 连学者都很少出 西北部 山西 南方 学者大部分都出入在南方 艺术家都出在南方 文化 各种的 就有原理 南方人因为讲究喝茶 所以祭祀也就有茶 所以从宋代开始 我们祭品里面 就开始出现茶 因为茶变成一个不可无的东西 可是它进入中国的文化里面 你可以只要俗话里面讲 开门七件事 什么 柴米油盐酱素茶 你从这茶白到最后一个就知道 茶进入我们的生活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进入 你就做这种推敲 蛮有意思 那你怎么知道是宋代呢 最主要是根据 宋代有两本 这个跟 我们讲究祭祀的书是什么书 知道吗 我们讲过了 朱子嘉礼 温公书宜 朱子嘉礼 允宋 温公书宜 南宋 朱子嘉礼 这里面你就讲了 家祭要怎么祭祀 要怎么共评 要怎么样的怎么样的 讲得非常详细 对了后代影响非常大 而且不仅影响中国 影响韩国非常大 那么关于离异的探究方面呢 首先你要了解一个离异是怎么样 你先读古人怎么讲 我说阅读著书 你先阅读著书 看古人怎么说 你若不满意 你若不满意 在追究 参考前任见解 参考其他民族 对相同行为的诠释 所以我们对 为什么要命取智 为什么要 婚礼 为什么要问明 这解释 我们看著书也不满意 参考前任见解也不太满意 参考其他民族 那个解释 比较可靠 因为明代表我 才真的代表这个人 不是民族 不真代表这个人 而社会背景的探索 也是一样 你要比对之前之后的社会状态 比如唐代婚礼 你的研究唐代婚礼 你就发现比较早期呢 他那个游牧性格 游牧民族的习俗 像那个 催庄 在那边大呼小叫 新疆出来 新疆出来 在那边划划叫叫叫 那后来就变成富士 因为唐代社会 等到那个北方安静以后 整个社会风流 越来越文雅 所以你把那个习俗跟那时候 社会风气 社会习俗 你比对 你就可以得一个理想的诠释 那么有一些参考其他社会 类似的范译 比如说 孤旧 那个 叫表婚 就是旧表婚 孤旧表优先婚 这种就是在我们 所谓情境自好 在春秋时代 亲国两国 彼此充分这种状态 这种 产生的 这个现象 我们就参考其他民族 就是有这种现象 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 好 底下 我们来测试一下自己 我们如何研究离的变先 变成解释 次举二例加一说明 如果出这样一个题目 你会不会举例 举例的时候 会不会说得很粗糙 我们知道我们学 在大学里面学容易 就是最忌讨 最忌讨 就是粗糙 粗糙 粗糙是 学问之海 学问就是要惊喜 我们现在 课堂上所讲的 当然还不上什么 什么学问 因为这都是已知的 大部分都是已知 学者之常言 可是如果你没有经过这样的训练 你将来就不能创造出新的东西 粗糙的东西是没有用的 甚至有害的东西 所以你能不能把 你要举例子 把它道理说得很清楚 把它说得很清楚 这个是你们 准备期末考 要做的工作 不要说我大概知道 大概知道的东西就是最不好 还不如不知道 你还会老实的说我不知道 那你老实说不知道 没有害处 你不知道 说我大概知道 这个害处很大 好 同意理疏第二题 同意理疏 解释往往有益 事举于利论之 要不要自己试试看 会不会回答 就刚刚那样 你讲出来 讲不出来 就是不同的人的解释 同意的习俗 可是有不同学者 不同的解释 你能不能举一个意思 就是说 也就是说 我们期末考也会出这种题目 而不是出一个很固定的答案的题目 都会有 简单来讲说有 那你如果不肯事先准备考试的时候 也去想想这些问题的时候 你到座那样都大不好 所以你就不会得好分数 你会得到一般分数 可能得不到好的分数 那知道吧 好 现在我们还有最后五分钟 我们就结束了这学期 最后一堂课了 然后 下个礼拜同时间 1月13号 上午 上午 在同个教室 希望 各位千万 不可迟到 或者忘记来 最后五分钟 有没有什么问题 可以提 好 前面外面有同学 前面有同学 提走 等一下走了前面的这个 你们的末学卷也可以记得带走 不要替别人 请问一下 同一礼俗解释 往往有意 这个地方 需要同一个时代的解释吗 不需要 不需要 就是说同一件礼俗 那么 有人这样去解释他 有人这样去解释他 那你 你那个 你就举个例子来说明 但最好就是说 你认为哪一个比较合理 因为每一种解释 它有它的道理 你应该要分析 然后你 你可能会说 表示一下 你 你比较赞成什么 你觉得哪一个道理 比较说得好 不一定说要 同一个时代的解释 好不好 好 我再制造一些 给人家加分的机会 好不好 按照西方习俗 女士汉人握手 可以不脱手套 对 他们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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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握手她不必脱角 反正男人要脱 男人不可以售个手套 戴着手套你就不要握手 究竟为什么 他戴手套也没有攻击别人的余力 所以不是没有不礼报 那男人因为你看看 尤其是那个中古世纪 现在很多西方里都是 中古世纪演变来的 他们那个中古武士 他们都要穿很厚的盔甲 戴很戴那个手套 手套里面都还有那个金属的 那个金属圈啊 变得了 否则他那件那么重啊 两架子就自己的手就脱皮了 所以他们一定要戴手套 所以戴着手套是武装状态 戴手套是武装状态 所以男人不可以戴手套跟人家握手 那么男人另外一个脱手套啦 有人知道吗 我把手套丢到你面前 这是什么意思 结斗就大家都知道 因为你们家人就没有人加分的机会 那会同学加分啦 好,我再出一些题目 给大家有兴趣回去走 为什么结婚第一个月叫明夜 为什么结婚第一个月呢 第一个月甜甜蜜蜜的是不是 答案错了 好,你怎么知道同学 这是我的印象 就是好像他们都会喝一种蜂蜜酒 然后那个月每天都要喝 好,答对了 加分加分 好,我再出个题目看一看 为什么男人要戴现在的男人 现在男人接领带是用蜂蜂 领带是怎么演变来的 蛤 反正还是蜂蜜 后来就演变成 后来就演变成 上班主任的应该 不够完整 好 随便你们的同学 确定是不是正确的 不过就是好像是以前那个 中文是英国人 他们那个男生 都留那个胡子 所以 然后吃饭的时候就很脏 然后那个 然后就是 或不然就是会 就是 所以他们就是后来 用那个蜂蜜要遮住 就是让他们比较干净 所以蜂蜜就变成蜂带 可是我们现在吃饭 还是有 还是有餐巾啦 还是 有人都弄在这里啊 所以你的解释 可能有点问题 好 好 好的 插嘴巴用 好 我们做结论 这位同学的 比较 比较接近 这位同学的说法 比较接近 他因为 他那个早期穿 燕尾服的时候 不搭领带 对不对 燕尾服最多领结嘛 至今都如此 穿燕尾服最多有领结 但是领结是后来才有的 最初他就像是有化编 他那个衬衫是有 有很花编 男人也很花的 这边有很多花编 所以最早 这个我们现在所谓的西装 他原来是功能服 我们这种 现在这种 穿西装 打领带的 这其实是 原来是功能服 现在的西装 原来是功能服 在欧洲 原来是功能服 那变成 后来变成正式的礼服 早一点 正是礼服的见尾 所以他的解释是比较接近的 总之他那个 原来并不是就是这样 他最初也是实用的 不会突然就跑出一个不实用东西 然后弄在那里 原来是实用的 慢慢被他们没话 然后久而久都变成用力 那礼仪的演进大部分就是这样 你看看这个古籍中外的各种礼仪的动作 像我们中国的贵败拱手 这个最初都是在一种 比较有敌意的社会下形成的一种 那种动作 而经过这个文明的洗礼以后 他就变成一个优雅的动作 这个优美的礼貌的那种举止 所以他有一个 都有一个过程 那么去研究这个 就很有意思 好 那么这样一来 我们时间也到了 所以我们就下课